唯有康纳的病,但却得了康纳的病 这个人赛前模仿齿泡康纳,嚣张挑衅 直接将拳头顶到对手的鼻子上 对手只是笑笑没说话,也没有生气 因为他只想在比赛时狠狠地教训眼前那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家伙 此人叫莫里斯·阿道夫,来自德国 如果德国有康纳模仿秀的话,他一定能拿冠军 因为他模仿的确实很像 一系列动作、神态和表情和康纳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康纳 看完了他的康纳模仿秀 接下来咱们看看他的实力如何 莫里斯·阿道夫战绩三胜零负 体重65,身高178,年龄22 他的对手是亚里桑大·维因斯 战绩三胜一负一平 身高172 战绩和身体硬件都是阿道夫战优 话不多说,接下来咱们进入比赛 看看吹炮康纳之德国风纳实力到底如何 可以看到德国风纳一上来 这个架势和康纳如出一辙 而且侵略性十足 显然他模仿的是巅峰期的康纳 突然被击倒 巅峰康纳可没有被击倒 还被对手强力爆摔 这德国康纳的名号怕是保不住了 对手维因斯疯狂进攻 显然他已经将所有的怒火都放到了比赛中 此时的维因斯边打边骂 来呀,你不是康纳吗 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实力 阿道夫虽然被打了一个下马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动作依然像是康纳上了身 将模仿坚持到底 可见平日里他对康纳的模仿没少下功夫 就这样 德国康纳阿道夫一分零五秒被KO 可以说康纳身上没有用的东西 他全部都学会了 唯独有用的格斗技术他没学会 这一段也是模仿的唯妙微笑 有模有样 其实康纳的模仿者不在少数 但却没有一个是模仿成功的 因为格斗比赛不是明星演绎 格斗需要的是硬实力而不是作秀 作秀炒作的前提是你得有实力 否则只会沦为格斗内台上的笑柄 看完的老铁咱们点个赞杯 感谢支持